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苗妹说电影 今天苗妹给大家分享一个哥哥爱女装的故事 AKB恐怖夜之,还有一个人 即将迎来大学生活的林子 向爸爸提出要一个人住 爸爸对此不太放心 他听到对房子的奇怪传言似乎是一间凶宅 可林子上网查遍了,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信息 经过哥哥的一番查探,房子并没有什么异常 林子觉得这只是爸爸反对自己一个人住的借口 不过也不怪爸爸,因为在妻子去世后 他将两个孩子拉扯长大,当然舍不得分开 哥哥则站在林子这边,支持他自己住 还说爸爸管得太宽 爸爸脸上挂不住,将他臭骂了一顿 说他不把工作的事放在心上 导致28岁了,还没个稳定的事业 哥哥也受不了爸爸的唠叨 提出搬出来跟林子一起住 对方却一口回绝了 爸爸忽然拿出一只唇膏 告诉林子不要在房间里涂口红 他觉得在这种凶宅里不太合适 而林子对于连唇膏和口红都分不清的爸爸 只觉得解释起来很费劲 并没有理会他的说法 一周后,大学里的学长送林子回家 并邀请他参加迎新晚会 看着红砖绿瓦的楼房 学长问他一个人住怎么样 林子忽然变得支支吾吾 说自由倒是自由 但有些不如预想的地方 犹豫了一会儿 林子有一些不好意思的问学长 能不能去他家一趟 林子坦白 他一时觉得家中有其他人的气息 因为脱下随便丢的鞋子 会被摆得整整齐齐 到处放的睡衣 也会被蝶放整理好 他担心这里会不会真的是凶宅 家里有幽灵 学长却觉得就算是幽灵 也不会这么细心吧 正好把林子给逗笑了 想想也是这么个脸 几天后 林子打开邮箱 他在有人寄来了自己和学长 那天在一起的照片 他连忙叫来学长 学长惊讶的说 原来不是幽灵 是跟踪狂啊 林子打电话给爸爸求救 没想到他也收到了那些照片 还觉得林子是因为这样随便的玩闹 才一个人住 并认为他们需要马上谈一谈 林子抱歉的说自己要先出门 学长则决定留下来 还发现有些照片是在阳台上拍的 觉得林子一出门 跟踪狂就会回来 到时候就知道是谁了 林子回到家时 天色已经很晚了 他看到学长坐在走廊上 感觉大事不妙 学长让他的发现 说了出来 下午在林子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发现房间里有怪味 找到了在衣柜里剩下的食物垃圾 房子里居然还有一个人住着 学长让他通知家人赶紧搬出去 林子连忙拨通爸爸的电话 但电话那头无人接听 他又响起哥哥 立刻打了过去 没想到那手机铃声在房间里响起 又马上被按停 两人寻着声音找去 拉开衣柜门 没想到哥哥都在里面 唇上涂着口红 身上穿着女性内衣 嘴里还说着 欢迎回家 这把林子吓出了一声尖叫 原来哥哥患有衣装屁 后来他住进了医院 几天后 林子在回家的路上 跟爸爸聊着电话 经过那次事件 他也了解一个人住的危险 电话那头轻轻的说 别怕 爸爸会保护你的 忽然周围响起雨震声音 林子听见电话里有回声 他警惕的问起爸爸 现在在何处 镜头一转 爸爸正在林子的床上 不停的亲吻他最爱的那只玩偶 故事就结束了 看来哥哥的一装屁 分明是爸爸遗传的 那妈妈的去世 忽然就有点细思极恐了 日本人的脑洞是真的大呀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对面